收藏家林继光表示,此次拍卖会将为藏家们带来难得一见的商朝古物墨浴玄机。 玄机是中国古代时期巫师使用的祭祀器皿,它以墨浴材质打造,光泽细腻,整体呈现出不规则的原型。 外源被雕琢出等矩的三个宽尺,每个尺上又雕琢出细小的片状齿轮,并以顺时针方向旋转,寓意为国家赚出好运,祈求风调雨顺。 林继光说,本次拍卖会的点睛之作,是秦朝时期的玉潘勾连古文高足尔碑,碑身则已凸起的潘勾连古文覆盖。 还有一个非常少有的秦始皇的秦桥的玉碑,玉碑那个,就是那个古文的玉碑,是非常特别的一件。 林继光强调,该藏品预制通透,是秦汉时期少有的高足碑,象征着地位和财富。 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。 同时呢,这次我们特别的是什么呢? 我们这次的,在价钱方面,我们这次的特别呢,就是我们经过一些收藏价来送过来给我们大牌的同意。 我们这次的价钱呢,掉得很低很低的。 所以的话呢,这次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很精彩的,很精彩的,同时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我们买的好东西,而且价钱并不贵。 此外,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二马奔腾图,张大千的松阴高仕途也参与拍卖。 林继光说,贞观国际每年都举行四次大型的拍卖会。 12月和6月作为纽约拍卖会的淡季,不仅大型藏品在价格上具有优势,以25%至40%的折扣价起拍。 而且预期精品同样也会以折扣价与藏家们见面。 本次贞观国际圣诞新年拍卖会将会于12月9号上午10点在曼哈顿中厂举行, 并在12月1号到8号之间开放给藏家进行预览。 美国中文电视巡警报道。